他都口頭上講 欸你們醫生都來考啊 沒問題啊 你是很可能考不過啊 人力短缺的情況下 這個領域沒有發展 沒有心血 輪班輪到死 我們設定說我們要當法醫師 所以我去修 就先走結果病醫科 然後再結果病醫科 當到組織醫師後 去國外受訓 回來 法務部也真的 開始找我去做這樣子 這個法醫師法 205年要正式實行這樣子 我們就沒辦法做這樣子 我也想去考 可是我知道 我的工作能力應該是沒辦法 可是我去考 會考不過 我們願意做 然後他又擋我們 不讓我們做 他說我們領的薪水比較高 所以我做解剖 薪水可以比你們高兩倍三倍這樣子 可是我的工作 我薪水可以高你四五倍 我都願意做了 2015年法醫師法修改後 擁有法醫師證照的法醫 才能進行解剖 但奇怪的是 國內公職法醫 即使考取法醫師證照 也不一定能解剖 目前我們只做到香菸 我們香菸完之後 製作一個香菸包裝 主要的主力是排除踏殺 會排除其他對家屬 權益有影響的部分 那回到我們地檢 我們兩個人 大家輪流 一個人執事物天的班 臨時有事情的時候 另外一個人就要執更多天的班 或者是說連續執更多的時間 等於會綁持在這個工作上 就是一直用著本職學人的東西 去做目前可以做的事情 因為刑事訴訟法 而一六條規定 解剖屍體因命醫師為之 導致目前法醫師 能解剖人數 全國只有三人 如果說今天真正是一個 踏殺的案件 公職法醫師以他們的信念來講 他能不能抓得很清楚 甚至我們也是蠻鼓勵的 不要因爲到法庭他們解剖屍體考驗 這部分都會造成社會很大的成本 但是法醫師法是規定是可以做的 那但是他們就引用一個法令 是刑事訴訟法上 二六條上面就規定說 法醫解剖是由醫師為之 由於解剖需要豐富經驗 加上法條矛盾 法醫師長期陷入醫師 與非醫師之爭 除了解剖人力不足外 更嚴重影響司法品質 留意